以色列方面对哈马斯的纵火风筝几乎无计可施,哈马斯人员的纵火方式千奇百怪,比如用风筝挂载着装满燃料的避孕套,这让以色列国防军相当头疼。 除此之外,加沙地区的哈马斯人员还用火箭弹和短程导弹,对以色列境内目标进行了饱和式覆盖,即便以色列国防军优秀的铁熊反导系统也无法保证将其百分百拦截。 哈马斯人员的风筝以色列方面,一方面派出空军对加沙地区进行大规模空袭,另一方面在哥兰高地上加大防空部队的部署力度,这些防空部队所针对的目标,不仅是火箭弹和导弹,也有伊朗的无人机。 因为叙利亚境内伊朗系部队,不断起飞无人机,对哥兰高地进行侦察,因此加大防空力度非常有必要,以色列铁熊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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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